大家好,在上个视频,我就跟大家介绍了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扩充功能, 同时介绍了,如何安装和管理扩充功能的程式。 今天,我就正式跟大家介绍一个实用的Chrome浏览器的扩充功能,就是画中画功能。 当你在一个Chrome浏览器开启的视频网页,你就可以启动这个画中画功能。 启动了之后,画面就会出现一个浮动视频窗口。 而这个浮动视频窗口,是会永远在网页面出现,直至你关了个功能它才会消失。 即是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功能,实现到一边看网页和一边看视频,又或者同一时间看两个视频。 而这个功能,我们也可以透过Alt加P键盘快捷键开启。 跟着下来,我们就看下怎么样安装和使用这个画中画程式。 首先用滑鼠打开Chrome浏览器,然后在浏览器右上角,三点图标,按一下,在选单里面选择Chrome应用商店。 进入Chrome应用商店页面,在画面上方中间搜索栏打入Picture in Picture Extension,然后在键盘按输入。 在搜索结果里面, 选择Picture in Picture Extension by Google。 在搜索结果里面,选择Picture in Picture Extension by Google。 画面会显示相关程式的详细资料 在画面的右上角,按一下加入 Chrome 然后,再按一下加入扩充程式 画面会显示信息,程式已经加入 按一下右上角,扩充功能程式管理图标 开启显示画中画扩充功能图标 进入扩充功能程式管理页面 确定画中画功能已经开启 我们开始进行测试画中画功能 首先打开明报加拿大网站 在搜索栏打入命炮,然后按一下键盘输入 选择加拿大明报网站 再开新页面,然后打开Youtube网站 在Youtube网站打开一个视频 在Youtube网站开启一个视频 在Youtube网站开启一个视频 画面即时出现浮动视频窗口 我们现在转回去明报网站 依然见到浮动视频窗口 我们现在试下移动浮动视频窗口 将鼠标移到浮动视频窗口 然后长按滑鼠按钮 就可以移动 我们现在试下将浮动视频放大缩小 将鼠标移到浮动视频边缘 然后长按滑鼠按钮 就可以将浮动视频拉大或者缩小 如果想将浮动视频暂停 可以按一下浮动视频下方的暂停键 暂停后,如果想回复播放 就在浮动视频下方按一下播放键 在画面中间的back to tap按一下 画面会跳回原先视频的网页 但视频会继续播放 而浮动视频就会消失 我们现在再开启一个画中画功能 在浮动视频窗口右上角 按一下交叉键 画面会跳回原先浮动视频的网页 但视频会暂停播放 而浮动视频就会消失 我们现在再开启多一个YouTube网页 开启多一个YouTube视频 在画面右上角按一下 画中画功能图标 启动画中画功能 然后再返回之前YouTube个视频 现在就在一个页面里面 出现了两个视频 就实现了画中画功能 这一个画中画扩充功能程式 我试过在大部分网站的视频都可以用到 不单只是YouTube网站 其他电影网站 例如ToBe和PlutoTV 试过都没问题 如果大家对扩充功能程式的 安装和管理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视频 里面有详细介绍 接着下来下一个视频 我将会继续为大家介绍 另一个实用扩充功能程式 敬请密切留意 如果大家都喜欢收睇 这一类的视频 请大家留言 分享 按赞 和订阅 我会继续为大家发掘一些新的实用软件 介绍给大家 多谢大家收睇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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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